哈囉,我是Reyna,歡迎來到我的乙游小世界 今天是久違要來跟大家聊日乙繪師的影片 這次我選了四位繪師要跟大家分享 這四位都是上一次影片中大家下面留言提到喜歡的繪師 有一些也是我很喜歡的繪師,像是TiTi 不過也有我沒有玩過的遊戲的繪師 大家就來跟我一起看看這些繪師們的畫工變化吧 在這邊補充一下,乙游繪師我挑的是至少畫過兩部以上乙游作品的繪師 只畫過一部的就不太會被選進來 那我們就開始介紹繪師吧 第一位繪師是上一期影片很多人提到我也非常喜歡的繪師TiTi 我非常喜歡TiTi的畫風 從弄久的水彩感光影就覺得TiTi畫得太好看了 再到後面的異世界配信,老師的畫工整個突破天際 好喜歡這種線條清晰,上色漸層明顯,肢體又畫得超好不會繃的漫畫感 TiTi以前是自由繪師 不過在2024年1月加入了Ideafactory旗下的子公司Creature 看起來是由Creature幫他管理接案的業務 TiTi也是從很久以前就開始幫以游作畫 除了肢體構造越畫越好之外 我覺得TiTi的上色、線條的畫法等等 舊遊戲跟新遊戲的畫風其實差異不大 TiTi的線條勾勒感比較明顯,眼睛很有特色 一看就會認出來是TiTi畫的 在甜色上面質感有粉彩筆的質感 是讓人看了很舒服的上色 TiTi畫的第一部以游作品是2011年的《初陣戀戰》 《初陣戀戰》是古代和風 我覺得這個風格很適合TiTi 而且從這個時期開始就能看出老師很喜歡用粉彩感的上色 眼睛也有明顯的眼線輪廓 除了眼睛佔整個臉的比例比較小之外 我覺得跟現在的風格很接近 而且TiTi老師真的好適合畫這種古風 畫起來不會覺得太舊 光影表現讓古風不會有成就感 再來第二款遊戲是前陣子發售的中文版的《十三隻演繹》 《十三隻演繹》的畫風我覺得畫的蠻穩定的 整個用色一樣是偏粉彩顆粒感 光影的變化更自然 在眼睛的部分一樣偏銳利 但開始有慢慢放大 跟現在的畫風更接近了 接著同年2012年還發售了現代主題的《戀之搜查室》 因為《戀之搜查室》是現代主題 整個用色上變得不太一樣 上色明顯變乾淨 頭髮的分線線條變得很強烈 我覺得整個畫法跟異世界配性蠻像的 不過跟《十三隻演繹》比起來 當時畫現代跟古代的精緻度差蠻多的 再來是2013年的《命運九重奏》 《命運九重奏》是大政家科幻時期的背景 處於一個古代跟現代融合的風格 弄久整體上色粉彩感變得更明顯 CG整個都變得更粉 光影的變化也更好看了 亮色的CG都非常的活潑鮮豔好看 暗色的CG則是對比做得很明顯 可以感受到場景的氛圍 我很喜歡替太這個時期的風格 也從這個時候開始 男女主的眼睛變得比較大 眼型也開始比較多有原眼型出現 再來就到2016年的《百花百郎》 戰國人法鐵 《百花百郎》是我一直很想補的舊作 但還找不到時間玩 《百花百郎》的上色整體也是粉彩感 不過沒有《命運九重奏》那麼粉 眼睛也是偏大有原眼 而且替太老師真的好適合這種古風 畫起來不會覺得舊 光影的表現真的做得很好 光看《百花百郎》的CG就覺得好好看喔 真的蠻想玩玩看的 最後是2018年鐵太最近期畫的異世界配信 我超級喜歡異世界配信的畫風 異世界配信是現代科幻題材 鐵太在現代題材的遊戲上面 上色的粉感會變得比較少 但是頭髮線條的勾勒感依然維持很強烈 光影銜接的更明顯 整個畫面也都更亮更有動畫感 眼睛的特色依舊維持得很明顯 在CG的光影表現上真的美得沒話說 肢體比例也都不會崩了 可惜好久沒看到鐵太老師畫遺女遊戲啦 後面鐵太老師跑去畫少年一般上的滄海天際 滄海天際是戰國背景 融合了所有鐵太的特色 我覺得畫風一樣很好看 就可惜不是遺女遊戲 不過鐵太現在加入了Ideafactory旗下的公司 好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再看到老師畫遺女遊戲 鐵太是有X帳號的 大家如果喜歡鐵太的畫風可以去追蹤起來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位繪師是Miko老師 Miko是近年來沒有獨挑大梁畫遊戲的繪師 但Miko早期畫的已遊也算不少 我自己很喜歡創世公主的畫風 覺得老師的光影表現畫得好好看 也是會把女主畫得很美的繪師之一 Miko畫的第一款遊戲是2008年的小蛋糕 蛋糕是非常早期的已遊 我覺得這個時期還沒有太特別的個人風格 比較像是那個年代常見的漫畫感 同一年Miko老師還畫了從漫畫改編的青春男孩 也因為這部作品是漫畫改編 所以也看不出Miko老師的特色 接著第三款是2009年的彩虹茶餐廳 從彩虹茶餐廳開始就開始有現在Miko老師的特色了 Miko老師畫的眼睛的眼線也很明顯 老師的上色變得很乾淨 頭髮的那種亮亮的感覺也變得更明顯 再來是2010年的猛獸食魚王子 我覺得從這個時期開始就很有Miko老師的特色 角色的上色很乾淨、飽和 頭髮的光影很亮 讓人覺得大家的髮質好好啊 接著是2012年的死鬼之伴 是Miko老師少數畫的古風題材 死鬼之伴因為題材的關係 整個遊戲的用色比較陰鬱、比較暗 角色的眼睛很有Miko老師畫的特色 但用色上感覺配合主題風格就沒有那麼強烈 接著就來到2014年的Corealize創世的公主 我超喜歡Miko老師畫的創世 尤其在續作中可以看到Miko老師肢體越畫越好看 而且我覺得老師的畫風好適合這種歐洲背景的 沒有過於華麗的設計 但角色身上都會有很好看的小巧思 這時候角色的上色飽和度也開始降低 但是頭髮的光影依舊畫得很亮髮質很好 還有女主真的很可愛 在Corealize之後 Miko老師就沒有再獨挑大量化移女遊戲了 比較多是在其他遊戲裡面支援 還蠻多歐社的遊戲都可以看到Miko老師的名字 像是炫爛傳說Miko老師有負責配角設計 Miko老師一直都是歐社的員工 在歐社也畫了很多年 感覺是年資很大的繪師了 所以應該比較沒有機會再看到老師主筆遊戲嗎 那老師是沒有X帳號的 再來第三位繪師也是上次留言中大家有提到的Kazuaki 星座筆士的繪師 我沒有玩過Kazuaki畫的遊戲 但是星座筆士是很多資深以遊玩家都有玩過的 就連我姐都有玩過 不過雖然我沒有玩過Kazuaki畫的遊戲 倒是聽了不少Kazuaki畫的廣播劇的封面 Kazuaki老師的畫風超有特色 是你看過一次之後一眼就會認出來的 男主都會有非常性感的嘴唇 嘴唇的水潤感特別明顯 Kazuaki畫的第一款英尼遊戲是2007年的星座筆士 星座筆士當年的嘴唇還沒有現在水潤 但也是又把輪廓畫得比較明顯一點 在做影片的時候 回頭看Kazuaki老師的畫風 覺得還真的變了不少 尤其看到星座筆士10年前跟10年後重繪的樣子一筆 不覺得老師10年後畫的風格強烈的程度變化很大嗎? 如果不特別說還不見得會發現是同一位繪師畫的 我是滿喜歡Kazuaki老師現在的畫風 不過老師有時候嘴唇會畫過頭 再來Kazuaki老師畫的第二款遊戲是2013年的青春的開端 青春的開端是一款滿特別的遊戲 可以選男生或女生當主角 從青春的開端開始 整個上色的風格就更有Kazuaki老師的風格 上色的水彩透明感變得更明顯 眼睛的上色也更有特色 不過這時期也沒有很明顯的嘴唇 接著是2014年的妖怪犯 從妖怪犯開始就很有Kazuaki老師現在的風格 有水彩的上色感 整個CG也都比較有透明感 眼睛上的上色也有漸層很特殊 還有長長的睫毛跟水潤的嘴唇 只差在當時的畫風還沒有現在這麼精緻 但整體已經跟現在很接近了 再來是2016年的Blackish House 基本上從這個時期開始就算完全體了 就是Kazuaki老師現在的風格 有很特別的瞳孔漸層上色 還有老師後期越來越凸顯的嘴唇 跟現在老師畫的廣播劇封面很類似 而且整體的CG立繪的主上色都有水彩跟清透的亮感 馬上就會發現是Kazuaki老師的作品 目前老師手上還有一款未發售的遊戲 是R18的PC遊戲KIDA BOX 不過這款遊戲釋出消息已經很久了 已經過了將近三四年了 但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太多的新進度 希望難得有新的R18儀優 不要胎死腹中 目前釋出的CG都很好看 我這邊也放出色色的R18CG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畫風真的超級賞心悅目啊 而且在查Kazuaki老師畫的遊戲的時候 發現Honey B出的已遊劇本評價都非常好 不過可惜都是日文版跟舊遊戲 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想要找來玩看看感覺很不錯 Kazuaki老師有X帳號 也有畫V皮那些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追蹤他 再來是今天最後一位繪師 更蒂讀Sara Jiyomi 更蒂老師曾經是命運時之門的繪師 我覺得老師的畫風比較多變 不是很容易一眼被認出來的 我只有玩過Saraji老師畫的副作用之童 我很喜歡老師的上色 很繽紛很亮 而且眼睛畫的有七彩感超好看 整個線條也是比較偏動畫的風格 老師的第一部作品是2007年的 Dear My Son 我覺得Saraji老師的畫風一直都比較動畫感 這個畫風很像我小時候會看的動畫 整個畫法比較平圖沒有很強烈的光影變化 不過老師這個時候的瞳孔光圈就畫得很明顯 在近期的作品裡面也會看到 再來是2012年的 《文明開華》《回座異文錄》 《文明開華》的上色風格比較粉一些 整個繪畫的感覺也沒有了動畫感 可以看出來跟前作的風格差異很大 在同年還有發售了很知名的蟻遊聖林家族 而且聖林家族還有改編成動畫 聖林家族的畫風跟前幾部作品差異也很大 整部作品的風格比較黑暗 CG的線條勾勒得很明顯很強烈 用色的對比也讓人很驚艷 衣服的質感等等的也都畫得很好 我發現老師的畫風會隨著故事主題的需求有蠻大的變化 再來是2013年的《OGA》 不覺得畫風一轉又是不同繪師的作品嗎? OGA的風格變得比較水彩感 整個用色變得飽和度很低很淡 線條也沒有聖林家族的強烈感 但從眼睛的瞳孔還是能看出有莎拉吉老師的風格 整個CG的細緻度也變得更高一些 再來到了2015年的《Position Magenta》 這個時候薩拉吉老師的上色有了一些些變化 顏色變得飽和一點、繽紛一點 光影中有時候會帶一點彩虹感 跟副作用之童的上色我覺得比較接近 配色的豐富度、光影感都更好看 不過這部遊戲似乎是劇本不太優的一款遊戲 再來就到了2018年的副作用之童 副作用之童的上色變得更飽和 整體變得更平圖 光影的變化都會加進更多的彩虹感 我很喜歡在他們頭髮的反光等等的裡面 會加一點彩虹的不同配色的漸層進去 而且CG畫的真的很動畫感 我覺得很好看 肢體上也沒有太崩的 在構圖上也有一些很不錯的構圖 沙拉基尤米老師的風格真的很多變 如果不認真去看或是沒有特別去查 很難一眼就認出老師的作品 但是我覺得老師他自己出的畫冊都畫得很有他的風格 可能是受限遊戲的需求 在遊戲的畫風真的很多變 我覺得老師很適合畫少年漫畫 他的線條、上色都很帥氣 老師的畫功也是非常厲害 而且X上面也有很多老師其他的作品 大家可以去追蹤老師 今天選的思樂繪師就分享到這邊啦 原本影片裡面想要挑畫藝老師 不過畫藝老師的以由作品真的蠻少的 真的能算的大概是三部 加上大家也都對老師的瓜很有興趣 所以等我整理完畫藝老師的資料 我們再來做一部關於畫藝老師的影片吧 大家有玩到其他喜歡的繪師 也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有機會我會做樹木老師等等其他繪師的介紹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這裡是分享頤女遊戲的頻道 對頤女遊戲有興趣都可以訂閱我 留言跟我聊聊天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2 訂閱 5 訂閱 1jesil 感谢观看